如果乌立鹏演的不是甄嬛传里的三阿哥而是四阿哥 那还会有现在这种效果吗 当年甄嬛传剧组选角的时候 幸好郑小龙导演慧眼是人 不然我们的大清巨人三阿哥可就要换人眼了 郑导的大名再加上甄嬛传原著的火爆 使得这部轻功大戏从一开始筹备就备受关注 郑小龙导演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从剧本改编到演员面试都是他从头盯到尾 而在选择演员的时候 郑导除了在已经出道的演员里挑选之外 还将甄嬛之抛向了各大演艺高校 当时的乌立鹏还在中国戏曲学院读大三 剧组的统筹老师来选人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对自己抱有什么希望 毕竟人家光在他们班就选了好几个人 恰好我在大三的时候 甄嬛传的剧组的演员统筹老师到我们班去选人 选了好多人去试 因为人太多你也不会抱太大希望 而等到集中面试的时候 宾馆的走廊更是被挤满了 可剧组要选的只有两个角色 一个三阿哥一个四阿哥 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使得乌立鹏一度失去了信心 失戏的时候乌立鹏试的是四阿哥 没错就是那个腹黑心机最后继承了大桶的四阿哥 本来乌立鹏这边试四阿哥试得好好的 结果试到一半 郑小龙进来了 他越看越觉得乌立鹏的状态很适合三阿哥 于是就把这个角色给他了 他是试两个角色 一个是三阿哥一个是四阿哥 我试的是四阿哥 但是郑小龙导演他觉得 我当时试镜的那个状态像四阿哥有一场戏 他说那场戏有点难演 突然间看到我在演四阿哥的时候 身上有那个样子 他就说那就演四阿哥 我来演 和乌立鹏相比 王文杰的选角之路就顺畅多了 虽然他也曾被前来试戏的帅哥模特们 打消过积极性 但他试戏的过程很顺利 轻轻松松就拿下了四阿哥 《甄嬛传》里面四阿哥吧 其实是我自己试过来的吧 中戏的 北电的 然后上戏的 刻刻站一排 长得帅的 什么模特的 什么都有 但没想到正岛就很轻松的就定你了 对 除了这哥俩之外 《甄嬛传》剧组的其他演员选角 也都很有意思 就像是饰演黄归拳的动像 虽然咱们黄大总管 在剧中下线的很早 但他灵顿的小眼神 秀气的兰花指 以及那句上上戏龙虫 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可是上上戏龙虫 上上戏龙虫 由于演的实在是太传神 很多弹幕老师都说 黄归拳是拳子进城 淹得最干净的公公 但你敢相信吗 这竟然是杜香第一次演太监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杜香在演之前还专门做了研究 以至于一进剧组 他就抓住了黄归拳的气质神韵 最搞笑的是 郑小龙看完他演戏 问雷迅 你生活中也这样吗 杜香因为入戏太深 直接回了一句 对我平时也是这样子 不愧是能成为电子炸菜的电视剧 就连剧中的一个小配角都这么有节目 原来甄嬛传中的这些戏竟然是这样拍出来的 还记得各位娘娘们第一次世寝室的画面吗 一个个裹得跟老北京肉卷似的被抬进了四大爷的寝殿 而甄嬛传中所有事情气氛都是集中在两天内拍的 四大爷往哪里躺跟个景点一样被妃子们轮流打卡 还要留下影像资料 就这样躺了两天 怪不得四大爷脸上一点像模样都没有呢 而另一边被抬的娘娘们和抬娘娘们的小太监也是受了大罪 就像是在台史没撞的时候 两人怎么搞都不得劲 光是一个进门的镜头就拍了五六遍 蓝戏还被大家调侃该减肥了 而在拍果自立和甄嬛牵手成功在雨中相拥的那场戏的时候 表面上看两人真的是温情满满 然而在拍摄的时候却意外的有点好笑 导演一声令下 我们的果自立羞的一下就冲进了人工大雨里吹起了笛子 可能是雨水太影响果军王的发挥 那笛声可真是太闹心了 怪不得甄嬛那么快就冲进去打断他了 张宇哥 这样要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玩笑归玩笑 其实人家李东学的真实水平并不是这样的 毕竟他可是为了角色专门去学了吹笛子技巧 正正经经的吹起来那还是很不错的 那晚一定是因为水太大了 同样被剧组的人工降雨折磨的还有拽飞夜兰衣和瓜六 在拍夜兰衣在大雨中捡和黄花的那场戏的时候 工作人员举着高压水墙肆意狂喷 要知道甄嬛传于2010年9月在北京开机 2011年1月杀青 整个拍摄周期正好是秋冬 嘎嘎冷的时候 工作人员们穿的都是羽绒服 而饰演夜兰衣的热衣扎不仅要穿着单薄的奇装连鱼 还要装作若无其事非常淡定 想必此时的拽飞心里已经崩溃了吧 而另一边的瓜六就更难了 不仅要在大雨中光着脚奔跑 还要被工作人员用水桶直接从头淋到脚 在派他被乱棍打死的戏份时 都打完了 导演还在旁边喊再捅两下 唐一新有你们是我的福气 有人因为COS惹壮怒 而人家刘涛直接因为一个角色封神了 游神是当地人百年来的传承 在他们眼里这是神圣的 是吉祥的 是不可侵犯的 并不是可以用来测热度 博眼球的娱乐 所以当看到有人穿着相似的服装 去亵渎当地人的信仰时 是真的非常令人气愤 这不由的让人想起了刘涛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2012年的一部电视剧 竟然让自己直接升级成了 妈祖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 都对他有妈祖律境 甚至有的人家里还挂着 刘涛饰演的妈祖角色照片 妈祖一称天妃天后 俗称海神娘娘 是传说中掌管海上航运的女神 被认为是守护渔民和航海者的神灵 如此神圣的身份 对于任何演员来说 都是一种荣誉和挑战 或许是因为刘涛过往的神仙角色 都非常的深入人仙吧 妈祖剧组一下子就相中了他 不过神灵刘涛可不敢妄自出言 于是在正式答应之前 他专门跑去妈祖庙 请示过妈祖自己是否能扮演他 在缅南地区有一种问补习俗 就是通过制圣碑的方式 去咨询神明的意见 圣碑一般为一瓶一突 如果制出两个瓶的 就叫做孝碑 寓意为表述不清 火神佛逐意未定 制出的两个突碑叫做阴碑 寓意为不好不行不可以 而制出一瓶一突叫圣碑 表示神明同意了 刘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不仅如此 在拍摄过程中 刘涛还托人去梅州岛 起了一尊妈祖神像 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拜妈祖 在梅州岛给我请了一尊妈祖神像 当他一直捧着飞机上 一直捧着 然后到我面前的时候 从那一刻起 我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必须拜妈祖 妈祖都看好的人 又怎么会演不好妈祖呢 在刘涛的声动演绎之下 妈祖的慈悲和神圣更加的具象化了 本就长着一张国泰民暗脸的他 将妈祖的那种悲悯苍生感 演绎得淋漓尽致 给人一种神女爱诗人 就该是他这个样子的感觉 别的演员拍戏生咖味 刘涛拍戏生仙味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风神 尊重别人信仰 敬畏神明 这或许也是刘涛越来越好的原因之一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宝子们下期还想看什么 记得在评论区里留言翻牌子哦